今天我們是零確診 回顧一個多月以來 台灣再次出現零確診 讓大家稍稍鬆口氣 指揮中心先後提高邊境管制 加強旅遊史登記 收入第一波的境外一路 不過專家認為 接下來一兩個月 才是社區感染的關鍵期 第一波其實 我們並不是每個都抓到 還是有少數的人 應該有進來台灣 在社區活動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 他其實找不到感染源 沒有辦法很明確 知道誰傳染給他了 台灣一共有10例 感染源不明的本土個案 當中6例 因為接觸者沒人確診 指揮中心已感染源不明結案 而另外4例還在疫調中的 包含案268的工作室老闆 還在加護病房觀察 案322的台師大學生 13號已經順利出院 以及案366和379 都出現肺炎發燒等症狀 指揮中心都還在持續疫調 這10個感染源不明的人 就剛好他們的感染源 都各感染給他們一個人 而不感染給別人 這個是不太可能的 那表示有別的輕症跟無症狀的人 還在社區裡面活動 COVID-19疫情延燒至今 由於境外感染風險高 衛福部也正眼裡 對於特定國家反台的民眾 進行全面普篩 避免防疫出現漏洞 大愛新聞 這位女士宣 梁家明台北報導 這位女士宣 梁家明台北報導 好